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我们还是重点把回到江青这个问题来 你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大大的 讲出一番你对江青的这个问题的判断或者是思考 或者是你所了解的情况 跟外界现在有哪些地方是有根本不同的 你怎么看待江青这个人物 江青以前开始我们小时候都认为他是棋手 文化大革命的棋手都是这么宣传他的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不太理解什么叫棋手他也不太懂 后来就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对江青有很多的批评 包括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内容 当然江青是很极左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就是事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也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 确实对这个国家呢 也起到了非常的 破坏的作用 使得中国这么多年 是吧 在经济上就没有办法得到发展 但是这个呢也不完全是江青个人的问题 这还是得这是毛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毛的这个问题呢以后我们会谈到 因为这个关于人物啊 关于毛与其他的这些高层的领导 的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 和毛怎么说的这些理事 所以医生都谈到过 今天呢 我们就不谈这些但是呢你要谈 江青又不得不提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把它撇到一块 就是这个就撇到一块 简单来说吧 这个江青呢 他自己说自己我就是毛 我就是毛皮里之狗 毛是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让我打谁我就打谁 因为他们后来感觉到发现呢 在毛的旁边这些所有的中央这些领导 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不跟毛了 毛已经没人了 毛已经没人了 所以他们要再不出来的话 毛就不行了所以必须得出来了 这个事就是 而且确实也出了 而且也用了 但是江青呢我想呢 这个政治方面东西的话呢 敢是先放一边 因为后边会有谈到 尤其是 这个李治隋医生 谈到对这些人 当谈到这些人的时候 又都会牵涉到江青 那我主要是谈谈江青的个人 这个能力的问题 因为大家伙呢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在我所听到的时候听到的人 就主要的说的是 除了政治啊 咱们正如说 就是比较 贬低 这个比如说江青长得不好看 长得很丑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江青这个 很骚是吧 勾引毛泽东 是吧 他把毛泽东勾引了 是吧 而且马上就 毛泽东就跟他结婚了 他就盯不住 他这个 这个勾引 是吧 他就是说他就是什么 就是 戏子吧 说江青就是典型的戏子 再一个他就是 听到的就是 江青的 虽然他是 搞艺术的 但是根本不懂艺术 完全不懂艺术 这个 对于这个 传统的戏剧 电影 音乐 根本就不懂 胡来胡闹胡搞 把中国的京剧搞得个烂七八糟 还弄了个样板戏 什么 这个八个样板戏 是吧 这个 根本什么就不懂 都是人家的 然后他剽窃人家的 人家做完了之后 他剽窃 最后就成成他的 都成他的了 大部分呢 我小时候听到的 都是这些 到了文革结束以后 那当然 江青早就下台了 那么后来 上台的这些 文化方面的 找戏剧的戏曲的 等等的这些 人呢 就是这个 聊天的时候的话呢 谈论这些东西就更多了 基本都是对江青是否定的 那我听的更多的是在戏 戏剧方面 戏曲方面 对他的否定 啊 比如说江青搞的这个 啊 这个 红灯剧 啊 还有这个 红灯剧就是 这个这个 惊戏 惊戏 还有呢 是 搞的 银海雪原 啊 也是惊戏 那多数的主要呢 是说他 剽窃 比如 红灯剧 是从电影 自有后来人来的 啊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临海雪原呢 那就更 更有这个 那个 那个 临海雪原 他这个 京剧 什么类的 就是也是从临海雪原的电影 啊 还有这个 沙家邦 沙家邦本来就是 人家就有 沙家邦这出戏 啊 后来让他给改了 啊 那就是 主要大部分呢 听的是这些 啊 这些呢 当然我们听也没什么问题 最主要的呢 就是到了 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也懂一些戏曲 我们也懂一些音乐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也懂的一些 艺术爱好慢慢慢慢增加了 这个方面的 这个 知识 常识 后来我就发现呢 不是这么回事 啊 这个不能说江青的八个样本系样样都像样子吧 但是 有几出的的确确成为了经典 特别是有一些唱段 啊 精细的唱段 已经成为了经典的唱段 啊 也是 是很有传统的 并且从传统里边 又加了西洋的东西 加了现代东西 所以应该说是 对这个中国的戏剧呢 是一种发展 是一种发展 那么呢 当然了作为老一代的这些就是这个 戏曲家们 他们认为这种的发展呢 啊 就是造感 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当年有很多人骂我岳母 说他把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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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据 搞歪了 搞砸了 什么凭据啊 那是凭据吗 这个跟唱歌有什么区别啊 完全不承认我岳母的这个凭据 但是问题是 我岳母 他创造了这个新派的这个唱腔 鸽子枪也好 还有其他大段的很多的这个这个大段的那个这个抗腔啊 都是我岳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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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创的 后来现在新派已经成立而且现在是 非常广泛的运用 也就是传统的那些人骂他那些人最后 全都失败了 他们不成功 反而我岳母还成功 他们都没有真正留下来 是吧 过去有些传统剧目是留下来的但是他们自己没有什么 真正的自己的剧目没有 可是我岳母确实有很多剧目都留下来了 是吧 所以 怎么去看 传统的艺术 改造或者是改变或者是发展 那怎么去看这些东西 当然有些东西又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 有些传统东西 你想改变也改变不了 是吧 到这就 就此为止了 比如说歌剧 是吧 到这为止了 其实歌剧改了多少 无数无数无数歌剧 是吧 改了半天反正最后也还 也没有办法 有一个什么 完全新型的歌剧出来 有没有 但是 也都落不住 可是 江青的这个样板戏 这有几个样板戏 不能说八个全都是 有几个样板戏 落住了 而且现在人们就在唱 人们就在流传 是吧 那你能怎么说呀 这事 是吧 这不是你某个专家 是吧 你某个学者 某个领导人 你能否定得了 你否定不了 这东西 是吧 不说别 就我认识那个 我岳父他们这批 老的这个戏剧家们 是吧 尤其你到那个 戏剧学校里面 那就把那个江青那边骂得 昏天黑地的 可是后来 在新的这些人上来之后 他们还是 采用了很多江青的东西 比如说 大叫响乐队 跟这个 传统的这个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乐队结合 这种形式 包括一些唱腔 是吧 都跟原来的唱腔不太一样了 都有新式唱腔的这个运用了 在这方面的话 我不得不提一个人 谁呢 钱浩良 钱浩良 这个钱浩良 他这个后来改变这浩良 就演李玉和的 这个演员 经纪演员 大吼声 大吼声 真棒 现在我看反正 目前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 哪个哪个 大吼声能超过的 没有 到目前没有 没看到 有好多战士 都跟他不能鼓 那我跟钱浩良聊天 那我就问 关于这个 这个艺术方面呀 当年他们怎么搞这个改革呀 怎么样的这个把这个唱腔改革呀 怎么样的这个把音乐改革呀 他就实实在的跟我说 他说江青呢 搞的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 红灯记 是吧 红灯记原唱腔的 包括动作 就特别是李玉和的 唱腔和李玉和的动作 都是这个 李长春 这个他的老师师傅 最早创造的 也是由他演的 这是李长春吧 李长春还是李少春 李少春好像是儿子 我的脑子现在一下 记不起来了 李少春 李少春 李少春是吧 李少春 李少春是他老师是吧 是他师傅对不对 好像是 我脑子有点记不起来 因为我有时候把李少春李长春 我都滚了 对 其实原来就是他师傅演的动作 但是他师傅个子小又瘦 是吧演个英雄人物呢 杨李玉和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不太合适 所以则就换他了 但是这些唱腔原来是确实都有 但是他的音乐部分很弱 也有一些地方是后来改过了 有一些唱腔的地方是改过了 这些改过了的呢 这就是在江青来看过之后 认为哪些地方哪些地方你还应该再改改 哪些地方哪些地方你还应该再改改 十年磨一件嘛老磨老磨是不是就磨出来了 就对 那就没有要改呗 但是呢确确实是越改越经典 包括这个 他的这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跟着那个锣鼓点 以及 这个交韩乐的这个部分 所以到后来他们的 很多东西的话呢都是 加降韩乐包括以后 呃人家请他去 搞一些京剧改革 他也是加 交韩乐 那么找一些当年的一些 懂得京剧的 能够 这个搞交韩乐的作曲家 因为作曲家也不是每个人都 都懂京剧 你得知道这个交韩乐如何跟京剧 配合 你得有这样的经验才行 那这种人呢 他们当年呢是培养出来 这样的作曲家 懂这个的 所以这个呢还不能互相同 搞京剧的这个 这个 作曲家 就是交韩乐的作曲家 和 搞舞剧的 这个 这个作曲家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 这是有区别的 那 田浩良呢给我详详细细的讲了很多的一些细节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江青 真的他还是懂 一个是他懂京剧 而且他懂 这个 这个什么那个叫 昆曲 他懂昆曲 在这个昆曲沙家帮里边也是 就是这个 阿庆嫂的唱段 从原来的唱段变成后来的高枪唱段 那个后来改的这高枪唱段是原来昆曲里所没有的 没有这种唱法的 没有这种唱法的 他改了 但是呢 难度大大的增加了 难度大大增加了 包括这个红灯记的 那东西也是大大增加 可是 红灯记的 相对他跟我讲的 红灯记呢 传统的东西更多一些 只是音乐部分 加了很多这个 交響音乐 就红托 红托 地份 所以呢 我呢 他是觉得 不管他钱好良怎么说吧 反正我觉得还是有道理 我从 从一个 外行的角度 不知道多少我也知道点 那 这个音乐红托气氛 这时用传统的 骨点啊什么这个 罗骨点啊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二胡啊 有的时候呢这个大的气氛呢 就是出不来 小的紧凑气氛可以出来的 但是大的 特别是这些 那个宏观的这种气氛 出不来 这一方面呢 这个 我跟这个 小好良也聊过 比如说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雕行乐的运用 在这个什么里面 智取 智取维护山 就是过去叫银海血缘 后来这个 变成了这个 争剧的时候就叫 智取维护山了 他从那个 银海血缘这部电影 转过来的 智取维护山 在智取维护山里边 那这个 钱浩兰就跟我说了 尤其是 打鼓上山这一场 打鼓上山这场呢 是交响乐和 传统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 乐队呢 结合的一段 如果没有交响乐呢 这个打鼓上山这一场呢 一开场 这个气氛就出不来了 你如果你要用二胡拉 他那个 传统这个谁呢 就跟我乐了 你说 你说这个咱都很熟悉 我说是我知道 大鼓上山我都会 一开场 如果你说这个 这是袁浩 袁浩来那个来表现 如果你不用夕阳的音乐 你用二胡 或用索纳 喇叭 这第一次 你这怎么表现啊 二胡 这这这这声行 我这不行啊 索纳更没法听了 那这都没法听 只有用袁浩 来来进去这边 整个感觉的 就是 坏 然后紧接搂 retire 搂彭 一个翻身出了 这个人物 一亮相 啪 搏彭 会哪一个进行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交响乐 和 跟传统的国乐 结合的这样的一种版本 这个应该是一个进步 怎么能说这是乱搞呢 那你传统的人他受不了 你比如说像我岳父 他受不了 他说这个就不应该搞的 中国这个京剧就是国家 就是多国家没别的 就应该是这样 那不应该有那些教典 那我岳父旁边有一大批人 都是这个观点 这个我没法接受 所以每人看法是不一致的 这个准许不准许 完全准许 可是我觉得呢 像他跟我讲 他们的那个谁 有些东西的话 这确实这个谁就说 这个陈和良就说 本来都弄好了 张青来一听 觉得这点还不够 你还得再加强 于是乎再加强 比如说他这个斗揪山这一场 这个动作也是 是吧 太简单了不行 还得加强 这个时候他老师 这个李少春 不是不是不是 李少春 对他老师李少春 又把动作重新设计 重新设计 重新设计 他跟我讲 这都是最经典的 这个中国的 传统的这个大师们 比如像李少春这种大师们 和 对这个现代的这些交响乐的音乐作者 和一些 新的一代的这些这个演员们 共同创造 那这些创造呢 确确实实有些东西创造完了以后呢 是江青来了不满意 觉得这还不够 那还不够 这还得加强 那还得加强 然后才改的 然后越改呢 就越加强了 这个呢 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并不是说江青从零开始的 不是 它是在一个基础之上 觉得你这点还得加强一点 你那地方还得加强一点 哎 这样的话呢 这使得气氛更 啊 能洪托这个整个的气氛 所以呢 当我看 尤其是看这个红灯记的时候 真的 每 从编剧 每一个段落 真是一环扣一环 一环扣一环 一环扣一环 真的进来 你像那个 李玉和的母亲 李母唱的那段 高于献唱的 真棒啊 是吧 那这这这这都是真 这是传统功夫 这是传统功夫 这可不是后来的 这是传统功夫 表现的是传统功夫 怎么能说它 它不传统 当然传统了 多多典型的传统呢 罗古典都是很传统的东西 现在呢 有人呢 全否定不行 你这这乱搞 我觉得这个有点 再不负责 对对对艺术也不负责任 这样讲话本身对艺术也不负责任 这都是什么当官的 我认识 那那那那那原来有一个 后来在北京市做这个文化局副局长 后来也到那个这个这个这个经济院做院长了 他呢就是他也跟我聊过 他跟我蛮熟的 人也挺好 他原来是学小生的啊 学生 他他就讲说他他在外边呢把八个样子皮骂的分天黑地 那就绝对不行 什么玩意儿 但是他私下跟我说 我们现在搞定居 也走这个路子 走的路子想搞还搞不过他们 还没有没有他们那个那个那个水平 还拿还走不出的水平来 搞了几书 我已经费劲了 牛劲了 如果要搞完全传统的没人看 那叫传统干脆就看那几个传统老戏就行了 传统老戏是经典的 那不能改那那那那那就是经典老戏就行了 是吧 那你要搞新的戏的话呢 你没点新东西怎么行啊 是吧 可是新东西我们搞来搞去 也没搞过人 哎他在私下里呢跟我说的时候呢 说得很清楚了 就 虽然他不说是江青吧 但是他说得很清楚 可是这个江青有没有点功劳呢 当然还是有 你不能不承认 他到那去这不满依赖无厌让你改 你改不改啊 你改 哎改了就提高了 十年摸一件 确实十年这也是惨了点是吧 就摸出这么几个东西 但是几个东西越摸越经典 越摸越经典 那有人说了 当然十年要我们改 我们也能改是谁 行了 你要这样能改 说实在的 你还没那时代了 现在没那么多钱 也不让你信那么感谢 那时候就不惜公本 是吧 能搞出这个了 已经不错了 而且现在你到那KTV听听去 只要一唱戏还是这些东西 是吧 还是这些东西 为什么呀 就是你有生命的东西 是吧 你才能够流传下来 你比如大家帮制斗这一场 几乎我每次 以前去这个KTV 一听人唱 有男有女的时候 都是唱之斗 这一场 而且之斗这一场很 是很精彩的 还有这个唱李铁梅的 那个我家的表叔 都有一颗洪亮的心 是吧 这都是精彩的长段 是吧 还有那个小长宝唱的 什么的 包括这个李玉和的 这个这些精彩 林行喝妈一碗酒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大虎上餐 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长段 除了刚才我们说 这个京剧以外 还有舞剧呢 舞剧《红色娘子军》呢 《红色娘子军》也是 这个江青抓的重点 那音乐也都是当时的 非常棒的一些作曲家 包括我六叔 吴祖强 刘苏的回来 写的这个经典的这个 《红色娘子军》的作曲 他就是《红色娘子军》的主要作曲的人之一 《红色娘子军》 那个像有一段 那个就特别有名的 那个 《万泉河水》 《万泉河水》 《尽有情》 这段 还有好多著名的段 都是我六叔 吴祖强写的 是吧 可是他们那时候呢 都是被江青招揽过去的 里边还有这个 这个《施万春》 施万春呢 后来也是我哥哥电影 《火炼》电影的作曲家 也是 后来是一个非常 著名的这个作曲家 他在里边呢 也写了 这个一些非常有名段 这些东西 虽然有人说是抄袭 这个 说这个什么呀 这个 《红色娘子军》 百分之百的抄袭天鹅狐 天鹅狐的 包括什么那个 四个小女战士 那就是这个 四个小天鹅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哪个不是抄袭 是吧 你看看那个谁 这个曹宇的 著名的话剧 是吧 这不就是 阿姆雷特吗 是吧 他那东西 他那东西最典型的 就是抄袭了 对不对 莎士比亚的东西 他抄袭莎士比亚 他就最厉害了 是吧 那我岳父的很多东西 他就是他受的是 这个古希腊的影响 但是他后来跟他不太一样 他还受美国影响 所以他里边 运用大量的美国喜剧的 那个东西在里边 这个呢 就是人们比较生疏了 但是对莎士比亚的东西 那人们太熟悉太熟悉了 可是我岳父的最著名的话剧 成名作 这个风雪 夜归人 说白了 是吧 也是大悲剧 也是沙士比亚 尽管他跟沙士比亚 完全完全 因为沙士比亚的那个讲的 但是多少要有点 乱伦嘛 对不对 乱伦嘛 所以你说这个 这些名字东西都是 跟过去呢 是有联系的 但是要写出新的东西来 写出新意来 就可以了 人们喜欢就可以了 那你讲讲呢 那可以说这个 八个两本戏里边 能够留下这么多的名段子 你怎么能说他没有艺术性呢 是不是 那不能这么讲 所以我是不同意这么说吧 当然你要说这全都是江青的功劳 这不是 刚才人家天后两个讲得很清楚了 是吧 那具体的创作都是他们创作的 是吧 老一代的人 比如李少春 创作那些动作 那都是唱的唱腔 都是李少春很多都是唱创作的 有些东西唱腔改 然后也是大家手创作出来 那些动作和唱腔 那总不是 这些不是江七岗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 但是江青的有要求 他作为领导他懂 他觉得这点不够 你得够加强 还得再加强 是吧 这个人得懂 就像我当年搞这个画剧 制作画剧 我是画剧的制作人 你才去制作人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音乐不够 我觉得这音乐不够 那点灯光不够 那点灯光不够 我个杠子 是吧 这个小部分 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你还得再加强 那导演说到这点还得再加强 他就得加强 是吧 吴美这个地方觉得 哎呀你还不太够 是吧 你还得再突出一点 吴美他就会再突出一点 但是你得懂 像我呢 从小我懂 虽然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懂 我从小电影学院长大的 我跟着电影学院 我上游园的 就在电影学院里边混 是吧 他们讲的东西 天天听 我小时候就跟话剧 什么这些演出 天天就听 一句天天就混 虽然不懂 但是我能听 对不对 你没吃过肉 你没有吃过猪肉 你还没见过猪跑吗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是吧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做事也会赢 所以你如果说 这个江青完全不懂艺术 瞎胡闹瞎胡搞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过敏 对 如果你说他窃取别人的 这个作品 是吧 如果你说他是起手 这有点大了 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 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而且让你改 让你越改越好 而且他调人给你 给你经费 可以从各个地方调人过来 让他们搞创作 给你一些创作的条件 这个时候别人没别的 他们那时候 那我六叔讲话 他们有加班费 别人没有加班费 他们都集中住在一个地方 搞好创作 这些都是当时一般人所具备的条件 其实呢 这也没有什么 后来不是大家都这样吗 你像我大哥他拍电影 那不就拉到外景地 大家都住在一起 是吧 你像这个当年的 这个《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 也是大家都在一起 而且还每天练功呢 有专门的辅导老师给你练 去培训你 培业 培养你 这你没有领导的支持怎么行呢 这不可能呢 什么呢 那个时候领导就是江青了 你有什么的 文化大革命他是领导啊 是吧 所以真的也不能否定 否定你也否定不了 否定你也否定不了 已经留下来了 你不上人家唱 你不喜欢人家喜欢 是吧 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 《红楼梦》舞剧《红楼梦》 都跑到美国来演出来了 美国人吓傻了 太傻了 芭蕾舞 在芭蕾舞舞台上女的 用脚尖颤着 然后拿着枪拿着大刀长矛 这大刀长矛都上了舞剧了都 这就是可以说在舞剧里面没有的 没有的 你可以不可以胡闹 可以说是胡闹 但是人家有新鲜感 而且成立了 这个舞剧到现在 目前为止 在中国还是《红楼梦》最经典 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编导 都是非常经典的 但是这点咱们得说 这主要的还都是刘苏的功劳 舞蹈编导 蒋祖慧 蒋祖慧大姐 那也是出身于名门 刘苏的人 他也是主要表演 舞蹈编导 这个作曲 主要作曲 刘苏的 吴祖强 看我刘苏 这是刘苏的 是吧 都有学问 不是瞎胡道 不是瞎胡搞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 是吧 动不动就把这些 都给人家否定了 你怎么能够否定呢 是吧 吴祖强 蒋祖慧 这种大名人 现在都是不得了的大名人 是吧 一个后来做中央音乐宣的院长 一个是做了舞蹈方面 那都是顶级人物 是吧 这都是他们的功劳 只不过当时是江青用了他们的 写明把他们用 那时候他们还是小格拉子呢 年轻人 就把他们这些年轻人用起来了 但是他们创造的东西真是了不起 就是他们那年轻的一代 他们才创造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如果江青不用他们 如果江青谁都不用 能出这些东西吗 你出不来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我是觉得呢 这个简简单单的 来否定江青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他 他该什么呢 就比如他 他做的东西 是吧 那个不让百花齐放 这是他的 你该批判批判的 是吧 他做极左的东西 那该批判批判 是吧 他干扰了这个 让整个中国搞街街道争 不搞生产 让国家又穷又苦又难 是吧 苦难 他想了很多人 这是他的罪行 你批判他 没问题 但是你在艺术上他搞 你说你把他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艺术作品 他所不能说他搞的 是他支持的 他支持的 什么红色娘子军 智取越谷山 河家帮 还有红能记 你把这些都否定 你否定得了吗 你否定不了 现在到处还是来唱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 是吧 是吧 所以有些东西呢 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了 有些东西呢 确确实实实 有的时候我也是 很多事情不是很理解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你比如说有一件事 我也是很不理解 对于朱总司令和毛泽东 是吧 这后来现在这个电视联系剧什么的 全都是讲的毛泽东 那没人歌颂这个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就一直老是个配角在那 我真的不理解 我觉得这 朱毛这个毛泽东的很多的大仗 都是朱德给打下来的 是毛泽东的战略 但是朱德是打出来的人的 他是统一指挥的 他排兵固阵呢 哎这点我这谁啊 那个何兄啊 我来给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 嗯 这个就是 这可不是纪念毛泽东的像啊 这不是毛泽东的像 想说咱们 你还记得咱们都是 那个带毛泽东的像 上张还记得吧 对 这个是朱德的像 你还记得我很多年前跟你讲过 这个朱德的孙子朱全华 送给我的 对 全文金的 这可是纯金的啊 纯金的朱德的像 当时你还说这样 我跟你 我当时没找着 原来就是放在 当年我当时我回中国的时候 见那个朱全华的时候 我的哥们 我就穿着这件衣服 当时他给我憋上的 一直他憋到现在 我一直就没拿下来过 这就是一直憋 后来那天我 今天我就穿衣服 我拿着 你看哎呦 这还憋在这儿呢 我才想起来这个 就憋着 这就是朱德的 纯金的像 我最近看到朱德的孙子 有朱清华是谁去世了 好像是 不是朱清华吧 还是 你回头查一下 我们下一集反正 我们学习的人物非常之多 一集一集来 你早一点告诉我们 我们准备一些资料 不过今天你看 你很长时间在讲艺术的事情 我觉得一方面呢是 你繁衍了历史的一些基本的事实 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你的艺术的修养 所以我非常的这个在旁边静静的听 老老实实听 老老实实听 因为有时候我们 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所以很容易被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讲话呀 所谓误导 比如说 对这个江青的八来五 对吧 对改造 这个有人就引用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的看法 说那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开始简单的否定 那么做这些评定呢 就是需要更多的艺术家的评定 才是专业的评定 专业以外的东西很容易把它这个政治化 另外一个就是 即算是专业以内的人物 他有时候也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 使他公开讲一套 私底下讲一套 就跟你刚才讲的文化局的那个领导一样的 是不是 另外就算专家也要看什么专家 有些专家是狗屁专家失败了 这个我看中国 自称为书法家写的也不错 但是什么狗屁 就是个大普通的一个 普通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顶级的人物 普通一个老师教教学生还教普通学生还行 但是根本谈不上顶级艺术的讨论都 搞艺术的人 我认识跳舞的 有的是那个大学的老师 外国人 那水平很低的 你以为是个外国人水平都高 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有高的没有 有真有高的 比如说我 我曾经在这个 美国Oaklahoma City University 那里边这舞蹈学院的院长 非常的棒 水平很高 是吧 他流苏的 可是流苏来以后 他的舞蹈学院他可并不叫芭蕾舞 他的主要是教这个白老慧 白老慧舞蹈 OK 今天非常精彩了 而且远远超过时间 而且呢我们也在中间打断你 这个 我不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提给你 如果你不知道我提给我们的观众 因为你在节目里面老是说 李什么村啊 李长春啊还是李绍春啊 我呢 略微知道一点点 我说那是李绍春 但实际上呢 京剧里面除了李绍春还有李万春 对 除了李万春还有李同春 很多春 所以我今天请教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京剧的有一些人物 后面有一个村 哎呦 你真问扎了我了 这个我还 这学问我还真没有 哈哈哈哈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问题曾经 我是听了过 但是 忘了 因为说在那时候我对京剧也没什么谈 但是就你说关于春的这事 的的确确是有这么一说法 就是说为什么京剧里面有好多叫什么春的 这个当时我听我岳父讲过这个事情 我岳父还真讲过这个事情 但是我那时候年轻了 我还对这京剧没什么他他兴趣 就没记住这事 但是你今天一说这个 我又想起这段了 而且的确有这么回事 而且有说头 有的确有说头 对了 我下次我问完 我问完专家 我再把这个问题问 你既然提出这啥 真的有去问一问 认识说不出女生啊 当记者啊 当主持人啊 有时候就有一个讨厌的角色 这个讨厌的角色就是要问一些 刁装的无聊的问题 但是呢实际上后面隐藏到 后面更长的故事 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节目可以延续下去 不要问什么事情啊 都是你懂的 那你就觉得还没意思了 采访 对吧 跟小屁孩这个接受采访 有时候我有一次 接受这个大学的这个 新闻系的实习生来访问我 因为他的老师跟我是哥们啊 但是我满头大汗啊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年轻的记者 也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变成满头大汗 哪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你这个对流弹琴的时候啊 你是真的哭笑不得呀 简直是他什么都不懂 什么也没听说过 然后就说不可能 不可能这种事情不可能 他没有听说过 你没听过时候是事多了 怎么说不可能 但是呢他就是这样的 你怎么说他 你不好意思 他孩子年轻人 你不好意思说他 我呢就是 把我 专门把我代沟里毁我 你就啊 然后让我说这个江青的好话 然后那你知道 我要说江青的一个好话的话 都得无数的骂死我了 我想一想 我可能是文革时候留下来的 一个叫什么 江外学 江外学 当然呢有一点也得说清楚 就是说 这些艺术创造并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经典的这些 并不是江青创造的 不是他 这个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们观众继续骂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查理鹏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更多人看 至少你骂 增加了我们一个点击 哎呦 好 okok 谢谢谢谢 我们期待到53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听我这儿瞎说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